今日,网铺刚视今后将在各大节目和晚会中,并且使用娘炮艺人,且各大节目组因无法界定娘炮的含义,所以只能将小鲜肉等一票明星,列在纪要名单之内,更有自媒体调侃表示,众多县令后,这次来了一个县娘令,据悉,此前新华社曾发文批娘炮之风, 应用古诗词来解读,娘炮之风不可取,表示这种病态文化,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,而此前,非常具有教学意义的开学第一个节目,因邀请的明星都是流量小鲜肉,遭到了红冰大号抵制,趁,这是要做娘炮集中营吗?应该多邀请一些真正的硬汉来,其实圈内抵制娘风,已不是第一回了,早在今年七月, 谢霆锋就曾在某当音乐节目中直言表态,认为男生应该有男生该有的荷尔蒙,而当时正只偶像男团成员朱正平因为化妆,而拿手包挡脸,拒绝拍照,话题讨论度非常高,随后被路人网友铺出其当天的所谓被化妆的照片,照片中的他妆发非常精致, 此次网铺线良力消息一出,严网友直言,大快人心,并列举现在的小鲜肉妆化,得比女明星还白,直言欣赏不来,早晴影偶像团队出道了的青年男团中,妆发十分精致,也有网友认为此举不应该,应该总是文化的多元化,持不同意见的粉丝都定直不休,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娘炮,小鲜肉这一事情呢?